小鹿今年已经28岁了,按理来说,真是谈婚论嫁的好年头,可是小鹿却一直没有结婚的打算,由于人长得漂亮, 这样,小鹿身边也总是不缺追求者,谈的男朋友手指头都数不过来,虽然小鹿对于婚事不着急,但是小鹿父母却早已急白了头,想着在自己年老时能抱上孙子,于是,软磨硬泡的让小鹿结婚,最后小鹿没办法,遵从母命,物色了好几个,找了一个看起来演员还不错的张先生,一起结了婚。 婚前,两人一直没过多了解,张先生想着婚后再慢慢培养感情,只是没想到,新婚夜过后,悲剧就发生了,新婚夜,两人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一些事情,过后,张先生却在床上发现了血迹。 当即大喜,很激动地对小鹿说,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,说完,又赶紧将小鹿搂入怀中,但是小鹿心里很清楚,这并不是第一次,可他也没说什么,只想掩盖过去。 但是,小鹿下身出血的状况却一直没过去,保试过后还反反复复了好多天,并且自己还出现了肤痛剧烈,消受憔悴的现象。 一次,小鹿实在是忍不住了,便赶紧叫生丈夫一起去医院检查,到了医院,医生了解情况,后便开始了一系列检查。 可是等结果出来后,医生看着报告却脸色沉重,对小鹿说,你下身出血是因为癌症,目前已是血癌晚期了。 癌症,小鹿听到这个结果时崩溃大哭,她怎么也想不到,此即明明是下身出血,怎么还会是因为癌症? 医生听后解释,下身出血这是血癌最明显的症状之一,你的血癌是由甲醇引起的。 另外虽然甲醇对每个人都有危害,但是对一些抵抗力低下的人群来说,甲醇的危害会更加明显。 一,轻度中毒,眼睫膜冲血,疯肿,呼吸困难,呼吸生粗重,喉咙杀,讲话或甘色暗暗或是你耳中度中毒,可否不止,卡弹,胸脉呼吸困难及肝尸性破罗伊。 三,重度中毒,肺部及喉咒情况出现恶化,出现被水肿与四肚喉水肿的病症专家,说每天下午通风,在室内各个角落都放上氯脂和纳卡磷,氯脂有吸收甲醇的效果,纳卡磷也有高效的吸附分解作用。 再加上通风,过段时间甲醇就会翻掉了,现在疾病癌症的发病率持续上升,是有很多原因综合导致的。 运气过度劳累,受到环境污染,或者饮食不注意,等都有可能是导致癌症的原因。 一,病毒,二,遗传素质,三,放射因素,四,化学环境因素病毒小心点是可以躲掉的,遗传素质是不可改变的,放射因素是需要预防的,环境因素是可以改变的,大家自己多注意点吧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